過年大家都要小賭一下 所以今天嘉瑜就要來跟大家 解密小賭遺情的必勝小蜜招有三招 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瑜 過年要到了耶 我們過年大家最喜歡做什麼 就是家人在一起打打小排消遣一下 所以在春節歲末的年紀之初 家人聚首共享時光 打牌成為家人歡笑濃厚的重要活動 無論是打撲克牌還是打麻將 這個遊戲都可以瀰漫著濃厚的 親情和友情的交流 也知道說到底他愛不愛我 因為他會不會贏我的錢 當我們與親朋好友最愛一起打牌 這個時候可能有些同學就會知道說 有時候手氣很好 然後會一直贏錢 但是有時候又因為可能運氣不佳 所以一直輸錢 所以對於這樣的情境 網友們就會敲碗提問 老師 植微斗數是不是有些小技巧 可以讓我們在遊戲之中增加一些趣味 提高勝算的機率 好 所以過年大家都要小賭一下 所以今天嘉宇就要來跟大家解密小賭 遺情的必勝小祕招有三招 好 來 第一招要開始 打開你們的指揮攻略的排盤軟體APP 輸入自己的深層資料 我們用自己的命盤來對照 幫我們自己找出好的時間點 這樣運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在過年的期間 不管是打牌或者是讀任何的都可以 可以幫自己先選定一個好的勝算的時間點 這樣就可以增加我們的勝算 因為我們是挑的是好的時間點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看盤的重點 要看什麼盤呢 流石盤 要看時間的 一定要看 那除了流石之外 我們還要看 流日盤跟流月盤 所以 流石 流日 流月 這三張盤要疊在一起看 好 那接著我們要看什麼公位呢 大家應該知道 命公一定要看對不對 因為命公掌管十二公 所以命公一定要看 以及跟錢有關的公位是什麼公位呢 財博公跟福德公 也一樣是我們的這個重要的公位 一定要看喔 所以呢 學過斗數的同學就知道說 這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所稱的財福縣 那財福縣呢 也代表的是我們 理財跟運用錢財的這樣的方式 好 那還有兩個重要的公位喔 是子女公還有田宅公 那我們呢 就稱它為子田縣 好 子田縣呢代表的是財庫 所以這個財庫要有盡財 錢要入庫 才代表你有銀錢放在口袋裡面喔 所以呢 這個以上呢是最重要的關鍵喔 好 那假設呢 我現在呢 在農曆一月份裡面呢 哇 我有二十天的日子都不錯的話 好 那這個都不錯 代表說這個公位呢 相對殺技就是比較少 所以都不錯 那我們呢就可以在這個二十天的流日裡面呢 選好的流石 那什麼叫做好的流石呢 一樣的 好的流石呢 也是不能有殺技的喔 那不能有殺技之外 還有什麼 要有畫路 好 那如果呢 沒有好的流石呢怎麼辦呢 或者是說 欸 我的好的流石 只有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過後呢 我這個好的流石就過了 那怎麼辦 那當然第一個你可以選擇 不要再繼續玩啦 那建議就你在一旁觀戰就好了 那第二個 那你如果覺得說 嗯 沒關係 我就是錢很多 我不在乎輸贏的話 我自在參加 不再得獎的話 那你也可以跟朋友 家人同樂 輸錢也無所謂的話 那當然也可以囉 好 那因此呢 看盤的重點來囉 紫田線呢 不能有殺技 有殺技代表你的財庫呢 會有破損喔 就沒有辦法贏到錢喔 要什麼呢 要有畫路 好 畫路呢 大家都知道 原本不屬於你 多出來的對不對 所以呢 這樣就代表說 你錢呢 會有進你的財庫 進你的口袋 好 除此之外呢 財幅線呢 也是我們要同時參照參考的喔 選到好的財幅線 運氣就會很不錯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去挑一個屬於我們磁場好的位置 但是 但是還是別忘記喔 實際上打牌會不會贏錢 還是要看你的這個紫田有沒有路 財幅線漂不漂亮喔 命工也要看嘛 但命盤有時候呢 就是會有一個 湊不到這麼剛好的事情 那也許呢 會有以下幾個狀況來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個 你的財幅線呢 可能只有一個畫路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紫田線呢 有煞計 喔 那代表你的財庫破洞囉 好 像這個時候呢 看起來好像打牌會贏錢 但是錢是留不住的 那這個留不住呢 也可能因為呢 這個 一些原因把錢呢 給花出去了 可能呢 剛好呢 好不容易引到錢啊 結果呢 這個很久沒有出現的親戚啦 帶了四五個小孩來拜年 那這個時候你是要包紅包 那錢就包出去了 那錢就留不住了 那第二個呢 你的財幅線上面呢 沒有畫路也沒有煞計 那紫田線呢 有兩個路耶 好 那這個時候 這個流石啊 這個時間呢 就可以挑喔 因為你的財庫有路 那有淨財的這樣的跡象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還不錯 好 那第三個 我們的財幅線上面 有煞也有路 紫田線上面呢 同時也有畫路也有煞計 那怎麼辦呢 好 這樣就代表說 你呢 有進也有出 但是呢 狀況呢 可能不會太好喔 那這個流石呢 我就不建議你挑了 但是如果是你呢 純粹只是為了玩票性質的話 那大家就在一起打牌 就是交流開心的話 那就無妨囉 以上呢 是這個幾個可能性呢 提供給朋友們知道 好 那所以我們再來提醒一下 我們最主要的 這個重點公位呢 命公 財博公 福德公 子女公 填災公 煞計相對少的時間 好 那這個是提供觀眾朋友 參考的一個條件之一 那我們還有第二招喔 那第二招是什麼呢 當你確定了 留日的這個時間的時候 還有留時的時間的時候 接下來的重點呢 就是要按照我們的命盤 挑選方位囉 一個屬於我 持場最好的位子 好 找到了方位後呢 再拿起我們的手機 我們這個科技 始終來自於人性 我們手機上面呢 一定大家都會有 指南針的APP 那找到方位之後 按照我們這個螢幕上的 東南西北的方位 去找到之後 去尋找屬於你的好位子啦 那我如何去對應我的命盤 找到好的方位呢 這個時候呢 找留月或者是 留日的命公 財博公 福德公 漂亮的位子 好 那如果你的這個命公 留月留日命公 財博公福德公 漂亮的位子呢 如果是在北方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以北方這個位子 當作我們的望位 那我們要怎麼辦 把我們的牌桌移到北方去 將桌子移到那個位子上面去 放在北方朝著南方的位子放置 好 那如果呢 你現在看到你的這個好的望位呢 是在東南方的話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桌子呢 放在東南方朝著西北方的這個位子擺放 好 那如果是在西南方的話 那桌子呢 就是放在這個西南方朝著東北方來擺放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麻將桌放置的位子的坐向 好 這個不是我們在打麻將的時候抓風的那個位子 我要記得喔 是你的麻將桌的擺放的位子 好啦 最好的狀態呢 比如說我的望位是在北方 那我呢 抽風的時候啊 也坐在北方 哇那就更好囉 但是呢 現實狀況有一點點困難對不對 好 那接著我要來講第三招囉 很重要很重要喔 好 在2024年 假成年的流年式化呢 假的天干 所以四化是連破五陽對不對 連真化路 破均化全 五曲化科 太陽化技 好 所以在這個流年式化破均化全裡面啊 你這一年啊 盡量呢 不要跟破均化全在命公財博公福德公的人打牌啦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這樣子你就會被他給控制了 還有這個 不要跟生年天干化技在你的命公財博公福德公子女公田載公的人打牌啦 比如說啊我的五曲呢是在財博公 所以我不要跟出生年尾數一或者是西元尾數二的人來打牌 出生年民國的尾數一是六十一五十一七十一 那西元尾數二的呢 一九七二一九八二 不要跟這個人來打牌 為什麼呢 因為呢他化技到我的財博公了 好 或是說呢 我的命公是做貪狼 那我不要跟民國出生年尾數二的人打牌 六十二七十二八十二五十二 或者是跟西元出生年尾數是三的人打牌 一九七三一九八三一九六三 好 因為呢為什麼他化技到我的命公了 好 這個呢也是這個提供給大家參考的一個方向 好啦 但是呢這個前提啊 你要知道這些的時候啊 前提也是你要有這些人的這個生成啊 或者是命盤資料對不對 那我相信啊你要找這些人打牌的時候 又跟他要他的生成資料啊 另外這三個人應該不會想要給你 因為呢他知道給了你之後呢 你可能不知道要怎麼去這個計算了 所以以上得知 銀錢是不是一件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啊 銀錢真的是很難啊 依照我自己這個玩牌的經驗 銀錢機率真的是很少 好接下來 夏宇還要再分享其他的小撇步 因為為什麼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啊 銀錢真的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情 那如果呢 老師我呢怎麼挑都跳不出來 好的位子 我每個位子都有殺技的狀況之下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這樣就沒有解決的方式了呢 嗯別擔心 我呢一定會告訴你還有其他的解決方式喔 好那這裡呢我們有提供幾個招財的方式 好假如呢你呢會在這個農曆啊初一那一天來打牌的話 那我們呢就可以在一個星期之前呢 先提前來準備準備什麼呢 在我們命盤呢有殺技的地方 就是所謂有殺技的挑不到好的位置的地方呢 一定會有羊羹陀喔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就要來幫你解決這個羊羹陀的問題了 好在這個方位上面呢我們可以點上 招財蠟燭來吹望我們的財運 在這個蠟燭的下方呢 要寫上招財的祈願字條喔 以及呢你要寫上說 我今年呢如果打牌贏錢的話呢 我要捐贈給某某的公益單位 我們要贏錢然後也要回饋嘛 這樣子我們才有機會再贏錢 那或者是說呢你也可以寫說 我打牌贏錢的話 我就把一半贏的錢呢捐給神明 請神明來幫忙我 好那至於你要捐給哪位神明呢 不要來問我你可以選擇 你自己喜歡特別有緣的神明喔 捐錢給他跟他祈求 好那如果說呢你想要特別增加財運的話呢 好這個時候啊我們也可以將開運財服啊 一同壓在這個蠟燭的下方 讓你的財運更加旺盛喔 那開運財服的應用方式也要注意喔 財服呢我們平常外出的時候呢 可以戴在身上隨身攜帶 那回家的時候呢就要放在我們的蠟燭下面 那這樣的方式呢可以增加我們的財運喔 好那當然呢這些方式呢也可以運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要增加財運的效果的時候啊 在我們的這個位置上面呢 選好位置之後呢擺上我們的開運財服也可以喔 但是要注意的這個蠟啊開運財服啊 它是有效期是三個月的喔 所以呢建議三個月後要更新 那也可以多多行善 記得為自己呢累積好的福報喔 好那另外呢有觀眾會問說 啊老師可是呢我呢都是去朋友加大牌 那我該如何增加財運 所以呢這個依然可以使用我們上面的方式呢 來告訴大家就是你家這個工位上面 如果有刷新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那個位置上面呢 點上蠟燭配上開運財服 那這樣效果是相同的喔 好那綜合以上這樣的建議 我們呢希望呢在這個假成年呢 大家呢不僅僅呢 學會了打牌中的這些小技巧 神奇的小技巧之外呢 還可以讓我們在這個遊戲打牌的過程當中呢 充滿著歡樂 好那家瑜呢在這邊祝福大家 在春節期間與情友歡樂 手氣旺旺 荷包滿滿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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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